今天要給各位看一下就是 應該老師手上拿到的應該是這個方法 就是這個大綱 好大綱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太多了 其實我如果直接變成簡報給大家可能 讓便當紙的機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想說如果老師有需要的 我現在課程的規劃我們都是 都是利用這個所謂的新制服的方式 好利用新制服的方法 也許有的老師有用過有的沒有用過 像我整個課程規劃 我可以像這樣比較完整的時候 顯示在這邊 那老師待會兒如果說 你有需要的話也可以 我把這個新制服檔案給你們就直接打開就好 因為這個新制服賣了這個是免費的 您可以不用安裝就可以用 好那您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外 我們先來看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第一個 現在老師用到傳真的機會高不高 偶爾會用到 在學校 在家裏面 你有沒有傳真機啊 沒有了 問你家裏面要用到怎麼辦 大家都很不一樣 昨天不是有那個嗎 昨天不是說感應值有那個什麼 反之18有什麼東西 怎麼多分 什麼東西對不對 那個不好嘛 對不對感應值 你不管是傳人家傳給你還是你傳給人家 都總是保存比較不方便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雖然它不是Google的服務 但是 這個 老師可以參考一下 現在有所謂的行動傳真 有所謂的行動傳真 也就是說今天你如果老師在教室 在學校那當然比較沒問題 可是你出去外面的時候 人家傳給你 怎麼辦 這個你可以有一個就是 像這樣 像我如果寫mail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 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有一個傳真 可是這個號碼 這個09 開頭了 這個號碼就是我們以前那個什麼 BBCode那一些 有沒有我們以前不是 搞錯那些BBCode 那些號碼其實 還可以再重複利用 所以 如果說你只是單純要接收傳真的 那目前 這裡有一個叫做有美電信 這個 老師有興趣可以去申請 可以申請 那你就可以免費獲得一組 傳真 傳真的號碼 當然如果老師你是對 數字比較敏感 想要選號的 那個就 貴一點點 那個可以選 申請不用錢 對不對 選號才要錢 當然他要申請成功有一個條件就是 第一次你要自己傳跟著自己一封 比如說你現在申請好了他會給你一個號碼 那個號碼你在一天之內你要傳真一次給自己 代表說你確定要用這個 那個號碼就會給你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還有其他類似的服務 但是他們有的會要求說比如說你一個月或一個禮拜至少要一通 可是我們沒有用那麼簡單對不對 因為現在用的機會很少嘛 對 那這個服務算是比較好一點 你只要用過一次就好 那麼 接收傳真 不用錢 而且他會怎麼樣 他會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有沒有我們現在很多企業 錢很簡單啊 不要把傳真印出來 直接傳進來的時候就直接申送到 就是那個信箱裡面 所以這樣如果你要找這個比較容易 他不會自動消失 熱感紙容易會自動消失 對不對或者不變 所以這個呢算是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服務 所以 我們在這邊 這個他的網站在這裡 我直接開到另外一邊 他的網址在這裡 這個 叫油美電信 這個 那我是覺得還不錯 所以你 你也可以從上面去做查詢你的那個傳真 那 當然如果你要傳出去就是要付費 傳出去本來就要付費嘛 那儲值 這樣我就儲值100塊 用一年多還沒用完 其實我們傳真機率很少 我大部分的是接收傳真比較多 因為我會計那邊他有時候要 那個他們 繳上之後他要傳給我 那他就用傳真的 所以 這個就還蠻方便的 所以這個算比較 雖然不是Google的應用但是 也 剛好符合就是我們需要 這樣東西 那麼 在Google的搜尋技巧上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我這樣進來可能說比較容易看得到 在這裡 在Google的搜尋部分 我相信老師現在在找資料應該 絕大多數都用Google 有沒有用雅庫的 有 但是很少 不過 有一個地方可能大家不知道 雅庫已經退出搜尋引擎 真的嗎 你們沒有注意過 現在收信請兩個龍頭 只像一張 存Google 到尾 真的 你看 可能老師真的沒有去 特別留意到 Yahoo 我們都會找沒有錯 他確實看起來還在對不對 但是呢我們找個關鍵字好不好 比如說我們找學校 好 你看找完了 你往這下面看 各位都沒有很仔細看這裡有沒有發現power by Bing 這去年 去年他就這樣子 Bing是誰 微軟了對不對 老師是不是都用那個 IE右上角他預設的那個不是就是Bing嗎 對啊 事實上 養護已經不做收信請 所以他是用這個體驗的 所以像老師在這邊大部分 搜尋的時候我們去微軟你看 這裡有沒有Bing 對不對 所以微軟現在做的還不錯 已經跟Google做的蠻那個 但是就是說 當然大家習慣上還是用Google 這個保濕掉會比較容易找 那這個是第一個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原來 你們家用的 真的不再是那個 即使你用Yahoo查 他也不用微軟的 那麼 一旦老師在這樣查的時候 請問 老師平常倒用的是關鍵字下去就這樣查 對不對 這是一種方法 那 當然你也可以用多個關鍵字結在這邊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會 那麼 不知道平常老師有沒有用過左手邊這些功能 左手邊 這些 地圖 找地圖這個可以 就是不過Map 對不對 那 還有沒有用過 其他 很少 大部分反正覺得 少了應該就有了 但是事實上結果不一樣 他其實在 應該是去年還是前年 還有 推出就是 擊打擊收 我們平常都是 就是打完了 按enter才會打得到 那但是這個部分中文他沒有推出 就是 事實上你在打字的過程他邊打下面的結果就會列出完 這個之前你有親文也有講 急打急收 你不用打完 我打第一個字第二個字出來結果是不一樣 這個叫急打急收 事實上 在英文的會有 那麼 事實上呢 老師在用的時候 您也可以加上 這個我剛講就是這個 急打急收這個 只是 目前中文還沒有 那 這裡呢 如果說像左手邊這邊的功能 其實 找圖這個沒問題 那麼我們看 這邊還有更多搜尋工具 其實有些時候 比如說你看接下來是什麼 中午節對不對 中午節每年到中午節 那你有沒有可能找到 舊的資料 有可能 所以可不可以限定時間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可以限定時間 今年的我查看 去年的新聞就讓他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你利用這個 那另外下面你看 所有結果裡面 有沒有圖片的 有沒有是你已經看過的 有沒有 那當然這個 他怎麼知道你有看過沒有看過 這個前提是 老師您必須先登錄 Gmail 就是你先登錄你的Google帳號才行 所以 老師現在上網都有被跟蹤有沒有 有沒有像那個 膽固醇小妹妹 就算你走到那裡 他都有幫你做記錄 你看過哪些 查過哪些關鍵字 Google會幫你記 如果以使用者的角度來看的話 事實上 這樣當然有他的優點 因為你可以很方便的找到面前 看過哪些東西 那當然缺點就是隱私權的問題 所以這個你可以決定要或不要 只是預設是要 預設是要 所以等一下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還有像什麼 一字不插的 有沒有 什麼叫一字不插 其實就是符合那些關鍵字的 事實上我們如果要一字不插的 老師還有一個技巧是什麼 在這邊 加上什麼 是加上雙引號 老師有用過這樣嘛 對不對 因為 如果他很聰明 他會知道賣吧 關鍵字拆開 那如果說你一定要一字不插的 事實上我們直接加雙引號就可以了 類似像這樣子的話 幾個小技巧可以 老師事實上 有機會可以試看看 用這種方式來找 有些時候 可能比較容易找到你要 那這個是 我們現在先看到的 那麼 除了這個以外 這裡有個 小文章 Google的五招的這個我想還好 有興趣 老師再過去看 那這個部分 在我部落格上我也有介紹 你如果到我的這個 部落格的話 我有一個叫Google的 服務應用 裡面的話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 很多相關 所以 這個部分我就先暫時不講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就是 老師有沒用過Google找圖片 有對不對 那你找圖片的方法都怎麼找 直接點圖 好 我們來試看看 比如說我們就是要找學校的圖 圖片 這樣子找出來對不對 那請問你 有沒有試過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還有東西 這裡還有東西 這裡還有東西 好像比較少 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你看像我們一般最常用的 比如說像 假設我們在做那個 授記的時候 我希望找比較大張的圖 印出來比較清楚 因為網頁上很多圖是小圖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指印大中小 甚至你直接指印它的尺寸 這樣找出來就不一樣 你看我會是想找大的 這個時候你滑過去你看一下 我們學校的這個圖 有沒有1024768的 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對不對 這樣的時候有些時候 比如說老師你可能要或者同學他要 把資料放在報告裡面 印出來至少不會 我們應該都有這種經驗 對不對 小圖印出來 效果就是差 所以 你看像這樣子 其實我把它 利用這個方式 你可以直接指定大小 也可以 自己指定大小 我要多大以上的 我才要出現 另外像左手邊這裡 還有什麼 我要找只有臉的 有臉部特徵的 才會 或者是屬於相片 還是屬於 畫圖的 有沒有 你可以透過這樣 當然 不能保證說一定都 都是 但是至少大部分臉大的才會出現 大部分都是大臉才會出現 有沒有 對不對 這都跟我們學校有關係嗎 哈哈 我不知道 所以 你可以發現說 原來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在找 那時候你找差圖的 那就 有沒有你看這個就找到圖 對不對 你會發現說我們這樣在找東西是 好像就變得比較容易一點點 因為有時候找圖我們 你用關鍵字沒有錯 可是有符合的條件 現在不是資料找不到 是資料太多 怎麼樣篩選才能夠找到我們要的 現在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還 不錯的一個方法 那麼再來 我們來看看 老師除了用這種方式找圖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找 有時候可以怎麼找你知道嗎 可以這樣子 你看 我想要比如說我現在就是 單純的找圖就好了 我找這個 就任何類型的 好我想要找一張 跟 因為這是我們學校的 好那我想要找 跟這張有關的 你可以這樣 你不知道這樣 我等一下 我要找這張 有沒有 我可以找到跟這一張圖相關的 所有的 網頁都找出來 老師有用過這一招嗎 沒有 這一招好像拼張比較少人用 但是要注意一下 我最怕的是 有些老師很急 這個 你看我們滑過去他會跳出來 如果你很急的 那 有時候會失敗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等 等他變大張之後 我再拉過來 我們來看看跟他們有關的 喔 喔 原來 類似的 這個裡面是不是有呢 蛤 這是直接給我們學校的 所以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 三張跟他相關的 網站都找出來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顛倒過來找 會怎麼樣 我有圖片 可是我不知道跟這張圖片相關的有哪些網站 對不對 我們通常都是有資料 可是來找圖 那我們可以顛倒過來找 可以顛倒過來找 所以這個應該是大家比較少用的方法 而且你看上面這裡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這裡不一樣 經常對 這一張就是我剛放的那一張 有沒有 所以 這個算比較特別的方法 那當然如果說 你要自己拍照的 我也不反對 但是比較少用到 但是有一種選擇是 網路上你找不到這張照片 有時候我用這個關鍵字找 可是我不見得找得到 或者是說 你 曾經有一張照片 我從網路上下載 可是我已經忘記用什麼關鍵字找到它了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喔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自己用破譯的 既然我這裡 我們這邊是不是可以這樣破壞 你的圖片也可以喔 你看喔 比如說找看看 不過這裡面好像沒有什麼太多的圖 可以 給各位看 假設這一張好了 我把它並存一下 OK 那麼 這一張呢 我現在來這裡 我希望 這一張 他可以幫我找 你看我 我現在是把那一張拖過來 我電腦裡面的圖 他就幫我找看看有沒有跟這一張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我從電腦裡面的圖片 我就找到 看起來 找到這一張 找到這一張 有沒有 對不對 對所以有些時候 也許你手上有這張照片 可是你忘記從那裡來的 去網路上找一找 可能找得到 還有一種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有沒有聽過人肉搜索 你除了 知道它關鍵字在 我們常常都有那個監視器畫面 你也可以把那個丟進來 我要找看看兇手在哪裡 搞不好到時候就有拍到 這是有可能 當然這比較開玩笑 這就是 不過你看他的搜尋有沒有發現 他有很多的方式是跟 各位可能平常用的比較不一樣的 只是說 大家沒有特別去注意到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搜尋的部分技巧給大家做一個參考的 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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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